好继续来看到由花莲万荣乡艺术家林介文发起策展 以大量的编织作品环境矿区作为展区的实验性策展 那么新书的发表会呢 有多位的知者共同出席分享跟对谈 那么县长徐真伟也到场致意 期盼透过文字跟影像的叙事来带领读者再次回到山里 由花莲万荣乡红叶部落艺术家林介文 于2020年发起实验性的策展果山 从红叶村进入酌西乡布农族人的传统领域尊谷安山 用支部围绕山上矿区作为展出场域 在原住民主委员会、华联县府及台信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推动下 果山等格安散、红叶部落策展计划 12日在凤林镇美好花生举行新书发表 透过艺术家林介文以文字及影像的方式 将手支部的制作与加工包裹在书籍上 访谈九组织者以七篇共之日记形式呈现 透过访谈了解延伸果山的价值 带领观者进入山里 对当地文化、历史与环境产生认识 让部落族人对自己产生认同融入在生活 日前也在花莲市原住民文化历史馆举办果山开花展览 而发表会除了林介文与多位织者共同出席分享对谈 县长徐正伟和原名处长陈建春也出席致意 其判多个文字与影像叙事 带领读者再次回到山里 让更多编织创作者认识当代艺术的可能性 并推广原名传统文化记忆给更多民众认识 记者长帮雁凤林郑报导